你怎么吃那么香啊 好吃啊 你不吃啊 你在家老公不给饭吃啊 给啊 给饭不给盐 你说孕妇吧 本来嘴里就没味 她在菜里啊 汤里啊 都不放盐 吃得我都恶心 那是为你着想 孕妇吃盐 她腿都肿了 再说了 这外面饭有什么好吃的啊 一点阴影也没有 用什么材料什么油你都不知道 哎 你那天看新闻说现在都用洗衣粉泡那水米桃了 那桃外边看着光鲜 那真杀人不偿命的毒药啊 你这个人真很多 怪不得你口都不吃啊 我请你吃饭我很多 这法国餐厅能一样吗 这用的是橄榄油 吃的是牛油果 哎呀真是 你少来吧 别跟我这臭鲜呗了 你这铁公斤一毛不拔荡 钥匙没什么事要吐槽 你会请我吃饭 说吧 什么事啊 你分析得还挺贵 是不是你那婆婆又个几天堵了 这次不是我婆婆 是我妈 你妈怎么了 你最近春心荡漾 想找老伴 还想是好事啊 我跟你讲 这老年人啊 老的时候一定有个伴 就算是儿女再孝顺 再嘻嘻那都没用 老伴老伴老了的伴 我不反对她找老伴 嗯 可她找来找去 找我们娘司机吧 你给我丢人啊 那你那婆婆 是不是又该笑话你了 可不是嘛 你怎么想我们这家人呢 哎呦 这事不好办啊 不过这话呢得分两边说 你看 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突然间碰着你喜欢的 这司机是别特喜欢她 这司机是别特喜欢她 我也不知道啊 我觉得肯定也喜欢 这么大岁数了 要不是互相有感觉 人家也不可能就是 那我也不好意思去问 哎您是真喜欢我妈吗 你这事就先别想了 嗯 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 嗯 如果他们两个人都 觉得挺有感觉的 你就让他俩在一块嘛 那司机对她好就行了呗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呀 嗯 你这人不会是 又阶级思想再作祟吧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人啊 你觉得有我们这些穷朋友 都觉得特丢脸吧 哎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尚敢上线呀 我要嫌弃你丢人 我尚敢得饶你啊我 哎呀我跟你说的意思呢 就是你得站在你妈妈的立场上 为她多考虑 我就是站在我妈的立场 我才觉得起码她得找一个 那种什么中年丧偶的那些 退休老干部 或者找一些那些 离了婚的老企业家也行啊 人家老企业家都找小姑娘 你找你妈干嘛呀 你别老是那物质基础高于一切啊 你非要牺牲你妈妈的爱情 给你找一个富爸爸 富老头 让你成为富二代 乖二代 你就美了是吧 我要真想到富二代乖二代 我用等到三十岁啊 你知足吧 你运气挺好的 越来越了孔家成又有钱 人长得又帅 对你还凑合了 你这也算是爱情事业 双丰收了 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 我们家那复杂性 我怎么就不了解呀 你看 你没法理解我的痛苦 让你这么一说过 怎么感觉我有点弱智啊 你可不吗 去你的 这就是嫁入豪门的苦恼 嫁给司机的苦恼 那我妈 如果要是 咋大别啊 她怎么在这儿啊 你干嘛呀 我撤不出去 你撤了什么呀 人家老年早就分手了 你 你什么死定位呀 又跟那羊牛在一块 我撤那羊牛 你打得过人羊牛啊 我打不过她我就踹她 你踹她 回头她再踹你肚子 你把那肚子里的孩子踹没了 你别到时候牺牲咱俩肚子里的孩子 再怎么说 人是老林肚子里孩子的爹 你有毛病吗你 我还不希望她是老林肚子里孩子的爹呢 你真的有一种机智 这太恶心了 你看来 装个什么羊发子啊 我给她打一个电话 你先别给她打电话 你先别给她打电话 我们在这儿等着她 你回来跟她当面说 还是你老母身份 万一打了个电话 她不回来给你办 对呀 在这儿坐会儿 你坐会儿 我们坐会儿 你坐会儿 你坐会儿 太凉了 但是我没说 那我又不回来 还有一羊 那我哪有猫呢 猫又躲开 那什么呀 陰域 又能有猫吧 小猪怕猫 你太糟了你 我省了假 你看不见我 我省了假 穿个大会堂的窗户脚 田田 你穿了件什么衣服呀 我可以非礼你 我感觉到了严重的杀气 我要跑了 拿出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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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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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们刚碰见谁了 不知道 唐大为那混蛋 跟我有关系吗 你还想不想跟人家复合了 不想 那这就简单了 什么就简单了呀 你们两个到底想干嘛呀 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办法把你嫁出去 并且火速结婚 一方面给孩子找个爸 另一方面 让你彻底忘记唐大为 谢谢啊 用不着你们操心我 坐下 你说就你这种 巨人千里之外的性格 再加上你每天在这样 孤僻的环境里生活 你什么时候才能嫁出去啊 像我一样肚子都这么大了 你怎么办呀 还有啊 我们现在是秉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豁出去的在帮你呢 行了行了 那说吧 你们两个想怎么帮我呀 第一方案 相亲 相亲 怎么样 李总 我是佳佳 对啊 好久没见啊 您结婚了吗 李经理 我是甜甜 我下午跟您说那事儿 您考虑得怎么样啊 那带问嫂子好啊 我没理啊 我过得好着呢 我那姐们长得特别漂亮 是做医生的 个儿还特别高 皮肤还很白 喂 黄总 我是佳佳 您考虑考虑呗 呦 您陪您太太逛街啊 行 那 我就帮您约了啊 尤总啊 对 我是佳佳 呦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那你有孩子吗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啊 喂 喂 老林啊 哎 你别别别别别 我现在有急事儿 哎 我告诉你啊 我真给你约好了啊 你就告诉我 你每天有时间吧 特别特别靠谱啊 哎呀 什么意思啊 让我当小僧啊 太太刚过世 也没孩子 形象又好 关键吧 条件真好 刚死 刚死就出来相亲 这种人能要吗 我给你看准了人 绝对没错啊 行了啊贵妇 我这儿有对事儿呢 不跟你说了 拜拜 喂 天大小姐 什么紫质啊 老林 晚上就咱们常去的那家儿 茶酸厅见了啊 不行 我家人有约了 我们人是不高管 钻石王老五 多少女员工都对她出一点三尘啊 哎呦你跟家家真是一对儿 原来你也是个相亲饭局 这彭佳佳怎么什么都跟我抢啊 那这样 你一孕妇也别弄窝了 反正就在彭佳佳安排那地儿 你们见一面 行不行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他们两个人又不认识 只要把时间差打好了 肯定没问题 你听我的吧 喂 挂了 我的前妻是位茶医师 她很懂茶 我是儿无然 对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夫人尸骨未寒 我就出来相亲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了 没有没有 我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状况 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是不可以妄加评论的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我挺爱我夫人的 可是她却负了我 当我发现她和别的男人有关系时 我就再也不愿意见她了 看来您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我非常传统 我最看不惯那些不把真结当回事的女人 她们在婚前放浪心孩 最后怀孕了 不得不找一个老实男人结婚 你说那位老实男人得多悲剧啊 所以我特别憎恨你当夫 好 林大夫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位 纯洁贤惠的女人 你的气质 显示出你受过良好的家闻 那家教我 我需要一位端壮的妻子 能不能让我放心 能不能让我安心 好 对不起啊 现在步入会场了 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李经理 什么 您看到一个 是主任 我 我马上就回去 好 你那边差不多就结束吧 赶紧接见我们的李经理 行 我马上就过去了 哎 逃门的苦恼 嫁给司机的苦恼 那我妈如果要是 哎 咋大别啊 她怎么在这儿啊 哎 你干嘛呀 我撤不得去 你撤了什么呀 人跟老林早就分手了 你 你什么事 你屁股呀 又跟那羊牛在一块 我冲那羊牛 哎呦 打得过人羊牛啊 我打不过头我就踹他 你踹他 回头他再踹你肚子 把那肚子里的孩子踹没了 你别到时候西山咱俩肚子里的孩子 再怎么说人是老林肚子里孩子的爹 你有毛病吗你 我还不想他就老林肚子里孩子的爹呢 你真的有一种机智 这太恶心了 你看嘞 装个什么样的饭啊在这儿 打了一句 你自己踩的不行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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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打一个电话 哎呀 你先别给他打电话 咱们在这儿等着他 一回跟他当面书 还是你老母身权 万一打个电话他不回来给你帮 对呀 咱们坐会儿 你坐会儿 我们坐会儿 太凉了 那我有 让他就带你 还有猫呢 哎 猫又躲开 为什么呀 怀孕不能咬猫吧 小组怕猫 你太糟了你 我生个假你看不见我 我生个假 穿个大会堂的穿不穿不穿 啊 田田 你穿了一件什么衣服呀 我可以非礼你 妈 我感觉到了研究的杀气 我要跑了 啊 拿出他啊 拿出他啊 拿出他 快快快 快快 快快 救命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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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过来 我什么呀 我们有话 快点说 那里有事 你 哎 猜 我们刚碰见谁了 不知道 唐大绵那混蛋 你还想不想跟人家复合了 不想 那这就简单了 什么就简单了呀 你们两个到底想干嘛呀 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办法把你嫁出去 并且火速结婚 一方面给孩子长大绵